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目前为止能够在不给消费者带来痛苦的情况下制止价格压力 该数据强化了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 美元25日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 花旗集团的货币策略师周四强调 美元将在总统大选前反弹 尽管美元正走向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黄金价格在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后于周四攀升 地缘政治问题 西方买家和央行需求 推动金价创下结算价新记录高点 投资者网站陶金哲创始人兼总裁彼得斯皮纳表示 黄金处于隐形牛市阶段 多种因素在推动金价走高 美国布伦特量油 周五均下跌超过1% 现报每桶74.59美元和每桶78.04美元 据报道 OPEC可能会从10月开始计划 逐步增加石油的产量 新闻必须报道 苏利文首次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访华 参加为期两天的会议 并含见就经济限制问题进行讨论 双方对西方企业和供应链的影响进行讨论 不过 在行程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交换 但显然没有达成一致 习近平则表示 北京希望华盛顿能够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彭博社报道 中国正在考虑允许房主对多达5.4万亿美元的 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 以降低数百万家庭的借贷成本 促进消费 书记内情的人士表示 根据这一计划 房主将可以在1月份前与目前的贷款机构 重新谈判贷款条件 而银行通常会在1月份对抵押贷款重新定价 房主还将被允许 向不同的银行进行再融资 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上述首次 报道指出 上述抵押贷款计划将进一步增加中国银行的压力 而中国政府一直依赖银行来帮助重振疲软的经济 在利润率创下历史新低的情况下 银行业正面临盈利下降的困境 有罗美报道 自今年二季度下调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 使得中国人住房商业贷款利率持续走降 不少城市部分银行从三字头变成了二字头 并且放缓速度越来越快 贷款流程也更为简化 而广州的房贷利率调整 在中国一线城市中一直遥遥领先 随着美联储降息脚步的逼近 近来多家香港银行涌入许多 从中国来的客户办理开户存款 专门来买美国存款产品 希望趁降息前先锁定高利 而自8月下旬以来 银行市场的银行密集调降 美元存款利率最高不会超过5% 在人民币周五收市报7.0881对一美元 创去年6月初以来最高 人民币8月累计升1.95% 创9个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 银行价破近7.07对一美元关口 创近4个星期的新高 分析指市场结算亿元上升 带动人民币汇价反弹 因当局努力支撑近期滑落的 政府债券收益率 而8月份的商业调查将于周六发布 中金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由于美元预期的变化 引发中国企业增加美元抛售 短期内可能出现抢购人民币的现象 进一步提振人民币 英国路透社援引四位知情人士透露 周五 中共主要国有银行 在在岸外汇市场买入美元 以减缓人民币升值 路透社上周报道称 中国当局一直在幕后努力 以确保人民币不会突然飙升 否则可能会扰乱脆弱的国内金融市场 并损害出口商 市场还在密切关注人民币大幅升值 是否会促使出口商开始将累计 约5000亿美元的收入兑换成人民币 对于人民币快速升值 中印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关涛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受国际市场波动等影响 人民币存在因出口上 结汇和讨息交易平仓 而快速大幅升值的可能性 在看企业资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非应对时尚最严重业务危机 英特尔考虑拆分晶片制造业务 并取消新工厂建造计划 据其英特尔已经与投行展开谈判 并基础了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 探讨日后发展的道路 戴尔科技在周四收拾后发布的财报中 上调了年度收入和利润预测 主要得益于AI服务器需求增长 盘前大升6% 日经亚洲新闻获悉 日本公司开始在中国 生产高端的iPhone之后几天 也开始在印度大规模生产 包括Pro系列在内的新款iPhone 凸显苹果在亚洲 寻求在中国之外建立供应链的努力 苹果公司和英伟达 正在洽谈投资OpenAI 此举将加强两家公司 与这家人工智能竞赛相关努力中 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关系 知情人士表示 这项投资是OpenAI新一轮的融资的一部分 这轮融资将使该ChatGPT制造商 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 有报道称 谷歌正在考虑在越南建设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 这将是美国科技巨头在东南亚国家的首次次类投资 瑞银集团29日宣布 中共已故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孙女胡知智 将接任瑞银集团中国区总裁一职 从9月16日生效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自由财经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处30号表示 正继续就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301条款关税做出最终决定 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决定 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贸易代表处将继续就针对中国与技术转移 智慧财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 和实践的301条款调查中的行动拟役修改 做出最终决定 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处确定美国贸易伙伴违反贸易协定承诺 或从事歧视性或不合理的做法 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者是限制 就可以暂停贸易协定特许或者是实施进口限制 中国债务问题持续引发外媒的广泛关注 金融时报专栏报道 中国银行结算潮持续 据官方统计 年初至7月期间 至少有50间中小型银行解散或者是遭到合并 这一数字已经接近去年的77间 此外违约和存户提款困难的情况 先述出中国债务问题未得到完全的舒缓 并且有蔓延至香港的迹象 报道指出香港越趋于中国化 最近香港恒生银行业绩更反映 受累中国商业房地产借贷 其不良贷款比率已经升至5.32% 而香港金管局公布香港银行业体系 不良贷款的特定分类贷款比率 亦升至1.79% 不少香港人亦有开离岸户口 中国大陆存户提款难 情况未有改善 随着香港逐渐中国化 香港存户或需要提前部署以做应变 路途社援引知情的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 一些俄罗斯公司与中国贸易伙伴的付款 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延迟和成本上升 导致价值数百亿元的人民币交易陷入困境 并在8月进一步恶化 一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匿名消息人士表示 中共国有银行正在大规模暂停与俄罗斯的交易 导致价值数十亿元的付款被搁置 消息人士还表示 一种解决方案是购买黄金 将其运往香港并在当地出售 然后将现金存入香港的银行账户 另有消息人士指出 一些俄罗斯企业正透过第三国的中介链来处理交易 这导致交易处理成本从接近零上升至付款金额的6% 另一位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说 对于许多小公司而言 这意味着彻底关闭 华尔街日报报道 日本计划斥资数十亿美元打造小型卫星网络 以监测中国在其周边海域和空域日益增强的存在 而不必依赖美国 这是日本对中共近期一系列施压行动 包括最近一次侵入日本领空事件的最新回应 该卫星网络是日本始于2025年4月财年 8.5兆日元国防预算案的一部分 这一预算案规模较当前财年增加7.4% 在即将卸任的首校岸田文雄的领导下 日本正努力将国防预算几乎翻一倍 日本防卫省表示 计划招募企业投资和管理该卫星项目 将于2028年初全面投入运营 下一财年的预算为这些卫星拨款22亿美元 此外 日本正在引入较远程飞弹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 下面来看最后一条简讯 美联储降息前如何布局财富避风港 要说现在金融圈的关键字 那只有美联储降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 降息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 降息已然是见在线上 来自智商所的文章表示 在此背景之下 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资产配置策略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变化 从美债 黄金 美股 大宗商品等角度来看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进行合理的配置 文章指出 美债是利率下行中的避风港 特别是短久期美债 期确定性较高 降息落地后 可关注长久期品种 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 在美联储降息预期下 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美股市场在美联储降息预期下 也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 大宗商品市场 与全球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其价格走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供需关系 政策调控等 投资者需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以把握投资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会员节目内容 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周一再见 欢迎订阅